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再生的佛法也是离不开我们众生的心灵 对它的悟性和理解 那么师父刚才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要跟大家讲我们这个空到底究竟不究竟 空性你到底是空还是不空 是空到什么地方 是空到底了吗 那么我们说空性绝对究竟 也就是说这个空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好 在我们学博当中理解的佛理也好 是究竟就是到底的 因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 因为佛陀佛法早就告诉我们了 成住坏空 所以要终观正见 对这个世界的空性 我们又不能整天说反正 反正家也没有 反正家具也不要 反正我什么都不要 我无所谓了 那你这个人就是偏执 所以不能走偏的话 就是你一定要终观正见 借假修正 我们在人间你说是空吗 是空的 但是又不是完全的空 而这个空是假空 就是我们的假的身体 假的物质 临时借给我们用一用 它不是一种彻底的拥有 也不是一种能够带走的 不会永久的 所以这种虚空 不能影响你的本性的空 所以般若毕竟最后就是空 当你错误了这个世界的智慧 懂得佛陀的智慧的时候 你就懂得什么才叫真正的空性 实际上这个空 怎么样让你心中能够得来 比方说有些人喜欢打坐 哎呀坐在那里 空空空脑子里空啊 不要啊 我要空啊 我要空啊 但是他脑子里空吗 水烧开了吗 杂念纷飞啊 带回去接孩子了 今天晚上还有什么东西没买了 你们很多人在念经的时候 就会想起很多事情还没做 本来忙忙碌碌的时候 根本想不起来的 一坐下来念经了 什么事情都想起来的 我还忘记了这个 我还忘记了那个 实际上那就是像师父刚刚跟你们说 茶叶成殿一样 人一成殿 很多的念头就起了 所以要真正的空性 是什么 因为你在忙着天天在求空 那你就叫空忙啊 你这个空 你这个空求不到的了 你忙了半天 你想求空 这个空它不是求来的 而是你自身的一种素质 是空来空你啊 不是你去空它 也就是说一个人 要完全的放下 是自然的放下 它本来就慢慢的空了 它就来了 你自己脑子里没有杂念了 没有意念了 没有各种各样的虚幻的 妄想了 妄念了 那么它的空就来到你的身边 而不是你满脑子都是杂念 满脑都是意念 满脑都是妄想的时候 我求啊求啊求 菩萨让我空啊空啊 不要有杂念 那你忙到最后就叫空忙 就是空忙 所以叫你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当你懂得这个道理 我不能求空 而是要把自己所有的杂念要放下来 那你这样做到心中自然 那你就是自然空 对不对啊 师父跟你们说 你们现在在听师父在演讲 有些人很认真 有些人脑子里还没空 还在听师父讲什么 有些人是自然空 听到师父讲到这个妙法 哎呦很好啊 师父讲的这个白话解释佛的道理 很好啊 其他的根本不去想了 叫自然空 而很多人在想 我以后生活当中 我要空 我一定要听话 我一定要把杂念去除 我一定要把妄念去除 那你还是在杂念当中 还是在妄念当中 你这样的求空啊 你怎么空得了 所以要懂得我们 不空是正常 空也是正常 因为你感受到空了 你已经在不空当中 当你没有感受到空 而自然空了 那实际上 你的杂念早就跑掉了 所以我们学博人 学到后来 智慧升起的时候 别人比方说杂念纷飞 跟你谈一些 这个人间的杂事 他会使你变得非常的烦躁 变得非常的懊恼 跟他一样 这个时候 你顺着他的脑子去 那你就是没空 这个时候你脑子里会想 我不要去听他的 我要空 我要空 我不要去 那就是你在把自己的空赶走 是你完全忘记了 你放下了 你没有心中这件事情了 你才自然的 他就没有这个寂寞了 所以告诉你们 不是你去空他 而是他自然的 把你净空和 变成一种完全的空无 在你心中的妙有 很多人在求空当中 都走了很多的反路 反路是什么呢 就是被盗而使 应该走这条路的 他没有走 因为很多人学偏了 把佛法说 佛法都想空的吗 所以反正到最后都是空的吗 我现在就空了 怎么空啊 我什么都不管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这个那是偏 它不是你一种本空啊 你了解本空 你才能真正的解脱 本空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想把自己的思想 感觉停留住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很想把自己的思维停留住 把自己的意念停留住 实际上师父告诉你们 停留不住的 你只有把这些全部消除 不去想 不去挂爱 你才能找到你第九意识的本空 所以很多人想不通了 那么慢慢的感觉 想不通了 感觉就留住了 当你一想不通 你把想不通的感觉留住了 当你一烦恼 你把烦恼就留在你的心里了 当你在痛苦的时候 你这个空 是空不掉的 因为你已经把你的本空遮住了 因为你的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已经把你的本空给遮住了 那么怎么样让他能够接触到本空呢 实际上 感觉到痛苦 感觉到烦恼 就是受阴 就是业力的根本 因为你烦恼了 你接受了一些负能量 这些负能量 它有业障 它的业障很重 你就会被痛苦所束缚 被这个力量 这种负能量的力量 你被它捆住了 你解脱不了了 你就有业障 所以你去看想不通的人 就是被这些业所缠绕 所以有的时候 很多人说我想空 靠坐禅 觉得打坐 觉得很静 坐禅的确会让你变得空 但是很多人一边坐禅 心头还是想我要有个静的境界 我今天哪怕打坐 我也要安静 我要空 那你还是在寻找这空性 还是在受阴啊 你如果坐下来打坐 你想都没想 我就是打坐 你这个时候脑子里 什么都没想了 你连打坐的念头都没有 你连说我想要空 想安静的念头都没有 你是不是已经进入了空性了 你在想这些时候 实际上你的杂念会横飞 你打坐的时候 你说我今天打坐 为了把上个礼拜很多的烦恼的事情 把它消除 那么你解脱不了的呀 你打坐打坐 等到你觉得空了 哎 我现在不想了呢 哎我打坐打空了呢 哎我不想了呢 你着相了 你又着相了 你着空相了 所以学佛念经啊 非常非常难 你今天说哎我打坐好了呢 我没有杂念了 实际上这个杂念还在你的心里呀 因为你嘴巴里 你心里在想 我没有杂念了 我问你 你想到了这个杂念 这个杂念在不在你的心中 百分之一百在你心中 就像很多年轻人 说我不要他了 谈恋爱 算了他不要我 我也不要他了 我早就把他忘记了 你说忘记了没有 过一会儿 人家问你 你别痛苦啊 你把他忘记算了 我想都没想过他 你说他心里有没有他 所以真正的解空 完全是根本没有意识存在了 这就是师父前面跟你们说 真正的空性 它是无意识了 没有任何意识 强迫自己要去中这个空相 所以连这个空相都要空掉 没有空了 你说空了你觉得清静 可是既然还有个清静 你又不空了 你心中说 我把这件事情忘了 那这件事情还在你心里啊 人家问你 你这件事情忘了吗 什么事情啊 你真的想不起来 你真的叫空性 所以佛法就是这么的奇妙 佛陀能够在两千五百年 就能够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能够充满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解脱 能够理解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的 能够让我们早日解脱烦恼 就是让我们能够早一天的脱离六道轮回 能够超脱六道轮回 共盘四圣 好 那么给大家两个故事 在居留国有一位婆罗门 就是贵族啊 名叫摩河密 摩河密 他是富贵之家 非常富贵 连当地的居留国的国王都拜他为师啊 这说明这个人非常好 这个摩河密这个人呢 虽然很这个豪富 但是呢 他生性啊 他的本性啊 非常的千贪 令死 非常要钱 他不信佛法 他不信佛法 听到有利可图 他无不争先恐后的 很想得到他 想得到他 摩河密呢 有七个女儿 这个七个女儿长得可漂亮了 各个都是花容柳妖啊 就是长得非常漂亮 美貌无比 这七个女儿呢 她们的衣饰呢 都是以金银链络 装颜着 也就是说 穿的都是穿金带银啊 哎呀 非常的漂亮 装颜是什么意思啊 穿的衣服人就装颜了吗 就好看了吗 对不对啊 婆罗门呢 觉得以自己这个七个女儿啊 无比的骄傲 你看我有这个 这么漂亮的七个女儿 就有一个人就对她说 婆罗门 你将你女儿 这个化妆装饰了之后啊 在街上去行走 如果大家都说她美丽 我就给你这个五百两黄金 如果有人批评她们不美 说她们不美 你就给我五百两黄金 这个婆罗门对女儿的美貌啊 她非常有信心啊 她又觉得这个一个打赌啊 对她非常有利 所以她就叫七个女儿啊 孩子们全部跟我打扮打扮啊 我们到外面啊 马路上去啊 游走 结果呢 九十天当中 他们 她带了这个七个女儿 巡游各地 看到的没有一个人 不赞美她的女儿漂亮 都说漂亮 婆罗门呢 不以此啊 为满足 她得了五百两银子之后呢 她还不满足 她呢 听说呢 有佛陀 因为佛陀在另外一个国家 她还带了七个女儿呢 到奇缘 京市来 希望 让佛陀 来 夸夸她们 抬高 这个七个女儿的 身价 她就 见到了佛陀 就对佛陀说 啊 佛陀啊 您有化各国 您有见过 这么美的 女郎吗 她以为呢 佛陀一定要赞美的吧 哪知道佛陀说 哦 这七个女人 外表 没有一点 可以说是美的 这个婆罗门 非常不开心啊 拘留国中 没有一个人 说我的女儿 相貌丑的 到了索维国来了 为什么你要说 我的女儿 长得丑陋呢 佛陀回答道 世界上的人 都是以面容的美 为准 而我认为 生不能贪 细滑 口 能不说 恶言 意 不能 邪念 这才是 真正的美 佛陀门 无言 以对 在这个故事 讲完之后 师父要告诉你们 从心理学上来讲 我们人 对事物的认识当中 精神 对物质的认识活动 存在的相互渗透 彼此制约 彼此含韵的两个方面 这个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实体认识 我们看一样东西 总归眼睛看到的 实实在在的东西 实体认识 真的内涵的价值 的认识 那才叫 真的是善的判断 所以你看 表面上一个人 长得好看 你要看他内心 是不是善良 所以在 实践当中 我们学习佛法 体验佛法的形成的 真实感和道德感 所以我们学佛人 要懂得 什么叫 这个真正的美 能够学佛的人 他不贪 不称 不恨的人 那叫真正的美 没有贪 没有贪 称赤曼仪的人 叫美 不贪的人 真的 这一个的 对他美的 一个审美过程 实际上 就是追求的 心灵当中的美 要求美和善的和谐 达到美和善的统一 所以表面上的东西 并不能说明他内在的 含蓄的东西 我们人类很多的生存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很复杂的 因为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 比较复杂 凌乱 善恶都分不清楚 我们不知道很多东西 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就说 我们从小父母亲 教我们的一些 概念性的问题 都不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让我们在这个人间 有时候黑白不分 实际上 在你认识自己的 内心的本质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 内心纯洁的本质 那是永远不会变的 小的时候我们很善良 损坏东西 我们就要赔 但是父母亲可能看你损坏东西 看边上没人 拖着你就走 你可能还会拉着母亲 或者父亲的手说 爸爸我把他们东西弄坏了 我要陪他们 所以当你 深入到你的本性当中 它实际上是没有善恶的 没有善恶的 因为有如一张白纸 你画上了各种图案 你不管画上什么图案 你最后只要用褪色的墓水 把它洗刷 就像油画一样 你把它给洗掉 还是恢复他本来的洁白 所以每一个人的本性 还是洁白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的道理 我们的本性都是善良的 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本性 我们才能理解佛性 否则你被五于六成所染 你永远不知道佛性的 真正的纯洁的本性 所以师父要你们视心亦然 认识自己的心就是这样 我们要用智慧的水 来滴挡我们内心的污垢 匹刷我们昔日的内心的污秽 所以我们的内心的纯洁 那是光明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来恢复我们拥有的本来面目 所以佛陀在2500年前就告诉众生 众生皆具佛性 我们只有把自己的佛性修出来 把我们本性当中最纯洁 最善良的佛性修出来 我们才会找到真正的家 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佛法的真谛 好 今天呢 跟大家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跟大家继续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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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